長勝右框位上報道 北京奧運勝火星期一傳到境外第四站英國倫敦市 第一次遇到激烈示威 有示威者企圖搶勝火 甚至想用滅火筒整式勝火 到了第五站法國巴黎 當局基於安全考慮要四次整式勝火 將火具拿上巴士 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對勝火傳遞受到干擾感到難過 說不能接受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羅格說示威者有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 如果要示威應該和平進行 希望勝火得到尊重 美聯社報道 國際奧委會星期五在北京開會 會討論是否縮短勝火在中國境外傳遞 副主席林德伯甲對於示威者行為亦感到憤怒 有國際奧委會成員透露 林德伯甲傾向支持正是保留在主辦國中國 傳遞勝火 但國際奧委會發言人後來說 沒有討論過縮短勝火傳遞 會照計劃進行 有線電視記者碰面上報導 而正在北京的港協企奧委會會長霍振廷就說 只是從外電知道有關縮短勝火傳遞的消息 他明天會向羅格查詢 我本身知道都是一個外電的消息 還有他說我想這個不是正式的 到現在來說我想以國際委會的新聞來沒有通知 唯一聽著我們是有一個之前訂了早餐會 到時看會長有甚麼跟我們說 我想到現在說改這個路線 應該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的 北京奧組委新聞發言人亦都說 要研究過有關報導之後再續回應 境外傳送是否繼續呢暫時都未知 至於勝火已經到下一站美國三半市 傳送會在本港時間星期四凌晨舉行 傳送還未開始 當地已經有藏族支持者示威 由林美祥說下 三下戴頭盔,穿攀山裝束的示威者 沿山凡市地標金門橋的江索 拍到四十六米高,掛上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夢想的英文字樣 和支持藏族的巨型橫牙 又將雪山獅子其綁在江索 超過三個小時後 三個示威者自己爬下來 和另外四個幫他們守的人被帶走 當局說會告他們滋擾公眾的罪名 三藩市是奧運勝火 在北美唯一一個傳遞城市 路線經過很多景點和地標 但不會經過金門橋 到時傳遞活動會由海灣大橋附近一個公園做起點 由大橋下穿過,沿著灣區海濱 途徑多個旅遊景點 包括舊金山碼頭和漁人碼頭 然後掉頭最後在傑斯丁廣場 舉行慶祝活動,全程大約9.6公里 市政府說會加強保安 派幾百個警察沿途護送 市長劉森說不排除必要事更改傳送路線 當地的華商總會 帶頭組織近二百個團體 組成火具傳遞支援隊伍 有線電視記者在林毅常報道 按照計劃,聖火下個月2號 就會在香港接力傳送 相信大家最關心的是 是否可以確保過程順利 多個本地團體都計劃到時會舉行示威 不過保安局局長和民政事務局局長 他們都說相信過程是會順利的 由黃永嘉報道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和其他支聯會成員 手持仿製火具 去到警察總部和警方討論 送聖火期間的示威安排 支聯會希望警方可以在起步點設立示威區 以及讓他們在聖火傳遞沿途行人路跑步示威 支聯會說他們過往主辦的示威活動 都是和平和有秩序感進行 希望警方可以配合他們的計劃 除了支聯會 還有4-5行動成員梁國雄計劃示威 要求釋放維權人士胡介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就計劃舉辦一些活動 但無意阻礙傳聖火的路線 正在北京的保安局長李小光就說 香港有能力處理傳送聖火 香港每年我們都有很多大型的示威好 大型的活動好 警方都是採取一個很好的平衡 一方面令到那個活動進行得很和平很順利 另外又可以給香港有些市民好 表達他們的意見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就相信 香港可以順利傳聖火 我相信在香港社會的支持下 在輿論 在大家的輿論的支持下 我們要精心插好這個火具接力的路線 會進行得順利 他又說相信香港沒有人會支持狀毒 也普遍支持奧運 而警方就說聖火流港期間 未收到有團體申請示威 有線電視記者王永嘉報導 轉看其他消息 警方倒破一個信用卡詐騙集團 拉了16人